三十六明報 痴與港經濟關係出現變化 2015年7月10日每日理財 B07指數中環關永勝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股票指數反映當地的市場表現 正如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或標譜500反映美國市場 富士100反映英國市場 而增鈔數當然是反映香港股票市場的表現 若俊一報問 增鈔數的表現能否反映香港本地經濟的變化和發展 特別是過去二、三十年來香港經濟與內地逐步融合 而香港的股票市場也成為內地企業重要的上市集資平台 我們則要從不同角度來探討 當增鈔數在1969年成立時 三十三隻成份股軍事本地主要企業 包括洋行、倉庫、運輸、工業、銀行等 它們的業績和股價升跌反映當時經濟的周期及對前景的預測 故增鈔數的表現也是當時經濟的指標 因此 增鈔數在1973年升至1700點以上1974年下跌超過90%至150點 以及1987年股災前升至3900點以上 股災後增一度跌穿2000點 均反映當年大時代的變化 也成為香港六十後一輩的摘體回憶 遲受內地經濟影響加深現金的增鈔數質取 香港經濟變化而染紅了 中資股份在五十隻成份股中佔了半邊天 除了十一隻H股外 紅籌及主要業務在內地的民企也有十多隻 合共佔增鈔數的比重超過50% 內地企業在主要行業軍佔重要比例 如銀行、電信、天然資源、科技、消費等 增鈔數深受內地經濟周期及內地企業的業績表現影響 即使如此 增鈔數依然能反映香港經濟的變化 成份股組合的變化實際上反映香港經濟的實質變化 從以往本地經濟以製造業出口和轉口貿易為主 受歐美經濟影響 至近十多年以轉為以金融、專業服務為主導 並與內地經濟更為融合 無可否認 內地經濟變化對香港金融、經濟及就業消費等影響日深 今天 增鈔數反映了香港股市三十多萬億市值的變化 以及成為眾多與切掛的金融衍生產品如指數基金 期貨、應股症等的指標 於香港及世界金融市場均廣受足目 有關該指數表現 請瀏覽 www.hsi.com.hk 車線DL 下惑線Center 車線Facts Hits 車線T&Y 投資涉及風險 所有於此文件所在之資料緊供參考之用 有關資料或愛用均不代表增鈔數公司對任何投資作出明示或暗示的建議或推介 關永成增鈔數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 我們要請幾乎 可以令 officers培拒絕 睇不及布